他们带着愿望而来 寻找我的父母 来这里我为了寻找我妻子 我找一个我特别特别想认识的男孩 他们有何种遭遇 被谁抛弃的 是被我父亲 你承认不承认你很无耻 承认 哈哈 你对付的男生好有爱呀 请开门 他们能否得以乐缘 等着我为您讲书 现在是晚上十点半多了 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您是在等着我吗 也许是遥控器正好摇到这儿 无论什么 我们都特别感谢你的关注 因为这个节目值得你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找人的 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 可能都有那么一两个跟你生死攸关的人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你找不到他了 你想找他 于是我们就可以帮你 我们这个栏目的独家冠名呢 是金氏元酒夜 今天在座的几位嘉宾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张宝燕 赵忠祥 春卫 还有这么多的媒体朋友 还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 我们都是一份力量 加油 大家好 我叫于依娜 今年25岁 我来自浙江省杭州市 我呢 今天主要的目的 是来寻找我的父母 我和我父母已经分开 有整整18年了 我最想问 为什么要丢弃我 小妹妹 一平阿姨 这挂的什么呀 是什么 是那个奖牌 哦 这你的奖牌啊 是的 这一块是银牌 是在2006年 上海世界邀请赛中的 轮滑项目中 这是四成一百米的 决赛中得来的 银牌 这一块呢 也是在上海世界邀请赛中 轮滑项目 一百米决赛中得来的 第一名 是的 这一块呢 这一块是第四季全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轮滑项目一百米决赛中得来的 我是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孤儿 我呢就是先天患有白化病 特色很明显 就是白白的皮肤 白白的头发 走在马路上回头率特别高 比那些比那些大明星的回头率还要高 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看我 他就忘记他在走路 但是他的头一直向我扭过来嘛 然后他就撞到墙上才醒过来 还有一个不好的缺点 就是视力比较差 那个能看多远啊 我根本就看我的观众的脸 能看见我吗 能 可以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啊 今天你来求助什么 我有一个愿望 希望你平安阿姨可以帮我 就是寻找我分开来的十八年的父母 你对父母有印象吗 我是一九九六年的冬天被人抛弃的嘛 呃 被谁抛弃的 是被我父亲 你怎么能够记得是你父亲 这个真的是非常清楚啊 啊 我在家里都是还有我姐姐都是归爷爷奶奶 呃 姥姥姥爷看管的 哦 姐姐又有这种白发病吗 没有 我姐姐非常漂亮 爸爸妈妈也没有 没有 平时他们都在外面打工的也见不着 我妈妈回来那一天 他们还抱着小弟弟回来了 哦 还有个弟弟 对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 那时候是个小婴儿 然后我妈妈就是见到我第一遍的时候 他就蹲下来 问我 呃 呃 我那时候 我会有自己的名字 呃 就叫卫房 叫什么 他们是这样喊我的叫我卫房 卫房 嗯 可能是那边的口音吧 我也不知道 哦 然后他就问我 呃 你想不想妈妈 其实我蛮想的 嗯 然后我就说我不想 然后他就哭了 然后他就哭了 接下来几天 他就没有跟我说过话 他看着我就不是很喜欢 我也很怕他 我就跟他们真正的相处 还不到一个星期 我爸爸就就把我带到公交车上一路 借心的把我送到了杭州 我就记得坐了很多的车子 第一次在火车站 呃 人很多嘛 他就管自己走掉了 呃 我想他应该是 诶 可能在找我吧 那我看到他了 然后我自己就抓住他的手 我跑过去 他也没说什么 第二次已经在杭州了 然后带我去去了一所小学 那学校是 以前的学校是石头做的桌子 和那个圆凳子嘛 嗯 然后 然后他就问我 你要不要来学校 我就说不要 因为我很怕 怕学校里的同学 那些学生 为什么 因为在家里的时候 我经常去学校找姐姐 总是被一些学生给围观 围的我都是想想躲 想逃都逃不掉 所以我很怕学校 呃 然后他就没有问下去了 那时候学校他是有分 右门跟左门的嘛 然后他就从这边的门走过去 我在想 为什么他不叫我 我就从这边走的走 怎么跟跟上去 然后我又拉住他了 后来我们就去了 呃 一个地方 后来才知道那里是 杭州的汽车东站 在那在那个附近有一条街 我后面是小店 前前面就是一扇 呃 就是一户人家 那那时候那户人家是有有大门的 里面还有两条狗 我就站在那个对面 我就站在那个对面 呃 然后我爸爸就问我 呃 他说 为啥你要不要吃泡泡糖 我说 要的 然后他说我给你去买 呃 心里特特高兴 因为平时姐姐都不给我吃东西 他每次买的时候都自己吃 我只能看着 爸爸给你去买 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 我说好的 然后我就没动 他去买糖了 那时候是下午 太阳还没有落山 然后就一直等啊 等啊 等 等到天黑 等到天黑之后 他还是没有出现 然后 嗯 那户人家的主人回来了 他大门一开 两两条狗就冲着我 要跳上来了 然后我就吓着他哭 有一个骑自行车的 呃 叔叔 他 他就把 呃 就看到我在哭嘛 他就说 小朋友你过来 呃 那快点上来 然后 我就上去了 他那个骑自行车的叔叔就 就把我送到了派出所 后来在派出所过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就 呃 开着黑色的小轿车把我送到了杭州市儿童福利院 从那以后一直待在 对 福利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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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十年 十年 十年啊 嗯 这个牌子你今天带来这儿的意义是什么 嗯 让他们看看 让他们看看 嗯 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 那么糟糕 那么糟糕 嗯 当年把你抛弃没想到这世界冠军啊 哈哈 恨他们吧 不恨 我从来不会恨任何人 为什么 我觉得要是去恨人的话自己会活得很累 那我的个性啊心态啊 都很差 我身边的朋友啊 呃 那些阿姨啊 我都喜欢 喜欢让他们快乐 我会说一些笑话给他们听 嗯 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快乐 嗯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很正常 但是没有你聪明 没有你善良 嗯 没有啦 哈哈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着要找你爸爸了 嗯 应该说 一直都想着嘛 我都说了 然后真正的行动 是在去年 用了很多方法 也想去参加中国梦想秀 这为什么参加中国梦想秀啊 会唱歌 我我估计你会唱 嗯 我们唱两句 那我就轻唱一首 张少涵的《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 也不散 我一直都在征 我一直都在征 我一直有上一心的翅膀 带我飞 给我希望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最初的年轻 最初的年轻 自己 自己 想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泥平阿姨 我可以拥抱一下你吗 可以吗 其实泥平安你不会哭 因为我不会哭 如果再哭下去我可能就要哭了 我一下想起来你是在杭州福利院 对 几年前我去过你们的 我刚才还想说的 其实那时候我没有见上面 你也跟我说过话 刚才你一唱歌 特别高兴 因为之前我们就认识了嘛 属于是老朋友了 我是有一个朋友帮我发的帖嘛 后来就等着我老师的导演 就给我打过电话 我特别高兴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机会 我根本是想都不敢去想的 这种机会 我觉得就在网上发发 应该就够了 哭真的不是难受 就是感动 你回头看这边 就是一扇希望之门 如果我们帮你找到你爸爸了 怎么表达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表达 估计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要是你 我就上去打他一顿 我不会打人 是吧 嗯 那你平静一下心情 嗯 我们等待这个 大门开启 为缘寻找 为爱坚持 请开门 请开门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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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你的是 很遗憾 你的亲生爸妈 我们暂时 还没有找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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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我给你带来了一段 我给你带来了一段 你亲人对你说的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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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娜很开朗 然后她像唱歌啊 跳舞啊 运动方面也特别的强 但是她这个表情很丰富 就是看到你总是笑嘻嘻的啊 呃 性格比较天真 但是有一点就是很爱耍小脾气 我们这帮好姐妹 呃 一起长大 但怎么说感情都很深啊 我们进福了96年认识到现在 也就十几年了 伊娜 如果你 没有看到你的爸爸妈妈 你也不要 伤心 不要流利 我们 这个大家庭 还是 你最强的依靠 不要找人 有这么好找人 不要紧 我也找不到 这里的叔叔阿姨 和大人都 都那么喜欢你 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好姐妹 都会陪着你一直生活下去的 我们会永远在你的身边的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要想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今天我没有 今天我没有就是说找到我的父母 但是有我好朋友的鼓励和加油 我就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的 一点都不觉得很失望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金字眼酒夜 独家冠名的大型工艺 《询人栏目》等着我 我们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我叫周岗 来自河北扎压口 来这里我为了寻找我妻子周琳 我已经寻找他三个月了 周琳 我再次来这里 是诚心诚意的 鼓起勇气 向你真实地说对不起 我一直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希望你理解我真的错了 你好 李平老师好 大家好 我来自河北扎压口 我叫周岗 周岗 对 多大了 我33岁 33岁 你来求助什么事 我来求助呢 是我跟我妻子不合 她离家出走 我来在这里是为了找她 谁 你妻子 对 离家出走 是的 什么时候 在今年的2月13号 2月13号 嗯 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 三个月了 你们结婚几年了 结婚有七年多了 结婚七年多了 是的 一开始我们的感情特别好 一开始感情特别好 对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打电话认识的 也是那会儿的 很时髦啊 电话认识的 对对对 然后打电话联系到四五个月吧 完了以后她从太原坐火车到北京 完了我去北京 北京展接了她 哦 我接她第一次 头一面 已经 对她的下定决心 我就是她 别人我不喜欢我不用 这是因为是长得好看还是什么 不是长得好看 她个子也不高 也就是胖乎乎的圆不溜溜的 让人觉得特别的小鸟一人的感觉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啊 她是做生意 卖烧饼卖烧饼 因为手要天天要伸出去啊 拿东西 把那个手动的啊 是紫色的 也许大家可以没看到 当时看到的话 真的特别感动 手动的 黑的 挡着一个挨着口子 一个挨着口子 都裂开了 可以说到这儿还累往往的 心疼了 是 可救她了 别人我再漂亮的先去 我也不要了 可以这么说 这等于说那一个特别浪漫的爱情 这是婚前吧 婚前 就是好不容易把它取到手了 对 完了以后 你们婚后生活的幸福吗 幸福 幸福 幸福到什么份上跟我们说说 对我好的 怎么说呢 我就外面工作 什么也不用干 回来做饭她做 洗衣服她洗 什么也不用我擦擦 那为什么事能离家出走啊 也是感情问题 感情不和 感情不和 你有外遇 没有没有没有 那怎么个不和法能离家出走 抛下是男孩女孩 女孩 女孩 上学了 上学了 上幼儿园 那肯定得为一个 就不和到什么程度能离家出走啊 就是 怎么说呢 我的脾气不太好 你的脾气不好 不好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发脾气 也使用了 什么 也使用了家庭暴力 使用了家庭暴力 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动打了 动打是我父亲去世以后 08年 那时候没有动打是摔东西 是因为你父亲去世吗 是 就是我母亲的去世 还有我弟弟的去世 加在一起 你觉得承受不了 亲人陆陆续续离去 对 承受不了 然后你就脾气不好 对 当时呢 自己心里很压抑 那第一次动手是因为什么事 具体说 大背景我们知道了 第一次动手呢 是为了 他 打小麻将 打麻将 我说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坚持了那个什么 也有那种毛病呢 喜欢 不过打得很厉害 喜欢 在我身上 恰 就是说坚持了身上 是亲爱的亲爱 后来我记得是 什么时候 在 顺利的时候吧 就是因为我朋友 用打电话的心 特别小 我在那个媳妇 就是这么大一个盆子 塑料盆子 砸到我头上 那外面结果 盆子都砸成了 我坐月子的时候也是 跟我吵架 马上一垃圾桶 一垃圾桶套到我头上 我坐月子 还没埋怨呢 他就那样 当时呢 对着一帮人 打他一个耳挂子 打脸上 打脸上 他什么反应 他当然哭了生气了 生气完了跟我闹 到晚上了我就 当时我气也没消 我就把他关在门外 关了一晚上 关在门外 不让进家 对不让进家 关一晚上 他在哪呆着 当时我心里想呢 车上有钱 旅馆也挺近的 可以说去旅馆住一晚上 结果呢 可是他没去 在哪呆着 就在门外呆了一晚上 第二次打距离 第一次打 多长时间 有两年多吧 好手 这会是第八战 然后发现真的 八战 那还挺长的 又因为什么事打了 因为也是买房 他要买房 我要买车 所以也造成了这个 这会儿几巴掌 这不是巴掌问题了 这是一拳头把眼睛打青了 把眼睛打什么 打青了 打青了 没打着眼珠子 没有 这就开打了 最后谁胜了 就是你买了车 还是他买了房了 买房了 那就还是他胜了 那你后来 因为什么事 他就跑了 说实在 房也买了经济条件 上不去一下 就是说让我妻子呢 在农村待几天 待几天 待几天完了以后 我一上班 这经济条件 会缓和起来 你再去 可是呢当时呢 我媳妇呢就说是 我想回城里面待着 不想在农村 完了说着说着 完了以后呢 我的脾气又来了 当时呢 两个人来 你推我咋的哈 把这个脸上一下划破 人家穿的那衣那衣服 给我盯动出去呢 不让我进家 我院里还有男人呢 我当时我修的 还就是说 该不知道怎么办 隔壁过来呢 拿上衣服跟我穿上 拿那个花朵水瓶 那花朵银 就在我头上打 那会打的我 还有胳膊上亲的 都疼了好长时间 还有头上舒服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抱了警 你抱了警 谁抱了警 我妻子跟我母姨父抱了警 抱警是 你是 是我使用的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 我妻子下跪跟警察说 让警察把她带走 你妻子跟谁下跪 警察 跟警察下跪 让她把她带走 带走 对 为什么 因为我的 确实是 我的脾气当时呢 太过了 你承认啊 承认 当时呢 我也给警察写了保障书 不会再发生的事了 当时她已经不相信 她不相信你 对不再相信我 你觉得她不相信你是对是错 对的 对的 你是个可以不让人信得过的人 是这样吗 是 当时已经是 那种的脾气 上来 任何的不可能地相信我 嗯 说本性难以你 你信这话吗 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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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已经 当时呢 她跟警察下跪 求她走的时候 我当时已经看错了 我已经换了一个角度在口味 嗯 说是要是我的话 该怎么做 嗯 你会怎么做 是不是也应该跟我分手 离开我 会吗 我觉得会 会啊 会 错我错了 但是我要用心去弥补她 用我的一切 你 依你对你妻子了解她信吗 应该相信我一次 应该 对 你觉得应该靠谱吗 靠谱 赵老师插一句 赵老师说 在座的这么多人 大家信不信 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居然到台上来装可怜 把妻子糟蹋成这样 你不是一次 你一而再 再而三 怎么能相信你呢 你承认不承认你很无耻 承认 赵老师这样说你生气吗 不生气 你想得到了吗 想到 如果我的女儿嫁给你 你这样对待她 我会怎么对待你 你知道吗 我就不告诉你了 你觉得强者打弱者 是控制不了还是比较过瘾 你 当时呢 怎么说呢 心里的 压抑是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的 那你怎么不打别人 你们领导你打过吗 你爸你妈你打过吗 没有 比你高大的人你打过吗 都没有吧 都没有 就是欺负弱者 你妻子走了以后 这些天里差不多几个月 三个月了吧 三个月了 你去找过她吗 你们家那么多亲戚 她会不会在谁家 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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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都没有 我知道你每次打完她一定非常的后悔 对不对 所以呢 接下来你可能有一个功课就是 要学会怎么理性的表达愤怒 我们每个人都会愤怒 但是不见得我们愤怒了就要出去打人 尤其是要伤害无辜的人 或者是弱小的人 尤其是亲近的人 我觉得她的故事 其实我们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里面 第一次真实的感受到 准确说我不赞同任何的 家暴的妇女回家 因为有了第一次一定会有第二次 打起来多痛快 说话多麻烦 控制自己的情绪多麻烦 让别人改变 比让自己改变来得容易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所有的人 帮你圆的是你家庭的梦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们夫妻 谁也不知道 找到她也可能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她愿意跟你回去 另一个是不愿意 你都能接受吗 她不愿意跟你回去 你尊重她的选择 尊重她的选择 尊重她的选择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没找到 或者她不肯来 没找到 她能看到我的话 我跟她说一句 我错了 我要改 请你给我说机会 我自己的感受 我心里知道 我在这里说 再多 我就要嘴上抹了油 也许你也不会理解我 原谅我 我只能用行动 去打动你 好 那你平静一下 回个头来 我们来期待 这扇希望之门 我们来期待 我告诉你的是 你的妻子周莉 我们找到了 而且今天她来了 而且 刚才你所说的 所有的话 她都听到了 但是 很遗憾的是 她还是不愿意来见你 但是她让我带一句话给你 不是所有的错误 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不是所有的错误 或者心情吧 她的选择 我尊重她 就像老师史说的 说句难听话 不是人干的事 我也想跟大家说一句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句 不要像我学习 不要像我以前的我学习 本来有一个美满很好的一个家庭 导致到现在 我真的非常地后悔 好 我也说一句 向着你的话 所有人都骂你 都批评你 电视机前很多观众看了 也会骂你 也会批评你 但是我有一点 我要赞美你 谢谢 知道是哪一点吗 还没听了就谢谢 不是 不知道 那我就不说了 要不要听 想听 想听 无论他们回不回家 离不离开 你老婆 你女儿 都是你最亲的人 是 你这点心里是明白的 这我看透了 嗯 就是你这个狗脾气改不了 走吧 回家反思去吧 够你一辈子反思的 快走吧 走 好 我现在的心情呢 怎么说呢 非常的失望 没再次来也没介绍他 不管怎么说呢 我也挺重重他的意见 是我做了不对的事 不能怪他 只能怪我 我们现在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我叫王雨昕 23岁湖南长沙人 我来找一个我特别特别想见到的人 我们只见过一次面 那是在火车上 长得跟个小白兔似的啊 谢谢老师 知道我们这个栏目是干嘛的吗 找人 你找谁 我找一个我特别特别想认识的男孩 特别想认识的男孩 对 就是宁平老师 就是您不觉得吗 就是每个女孩子啊 她的心中都藏着一个童话故事 然后 可能不一定是自己是白雪公主啊 或者是也许是灰姑娘 但总希望自己的王子出现 找你的白马王子 对啊 难道老师您以前没有过这种 就是见了某一个人 突然就感觉自己小路乱撞的那种感觉 别提我 我不值得提 这就是有一天 然后我去坐火车 从北京回长沙 然后 就是 我找我的铺位嘛 当时是七号铺 然后七号上铺 然后等我到那 因为比较晚 然后上车就发现 哎我床上怎么有人啊 然后我就拍拍那个人 我说 您好请问您也是七号铺吗 然后他就慌忙找自己的那个票 然后发现 哦他说我睡八号是在您的对面 然后他说不好意思我们马上换过来吧 然后就特别有礼貌 然后感觉到很就是很抱歉 给我添麻烦 当时他那样服侍着看着我嘛 然后我就仰视着望着他嘛 然后 然后 但是就感觉 妈呀 那个人怎么那么帅呀 我们现在这样你说的糊涂了 你给我们先形容一下外表 是什么样的女 有那个软晶天那么高 古天乐的肤色 是看到过吴彦祖本人嘛 然后也觉得他跟他有点神似 哦你喜欢黑颜色的男孩 然后是 古天乐的那种 吴彦祖的那种瘦长脸 是这样吗 然后吓铺他们都在聊天啊 然后我们都是女孩子嘛 然后很快就聊上了 吓铺你认识吗 不认识 那你算不算自来熟的那种 对 在我的人生观中 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不认识的人 就来不及认识的人 以我具体名言啊 你现在都得向小同志学习 然后你就下去跟他们玩了 我睡醒之后就跟他们玩 然后我们就还在讨论 哎楼上的那个怎么都不下来吃饭呢 然后上厕所什么的 哦你们还可以这么聊 他听不见吗 我们悄悄的 悄悄的啊 对 他耳朵也不是很好 他注意你们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心思一直在上面还是说 也就是正常 正常 正常 有一个男生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之外 有什么与众不同的 值得你花费这么大的精力 待会赵老师肯定批评你 来浪费我们的公共资源 你就是要找这个男孩 我觉得他长得挺帅的 挺帅的 很有礼貌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他 嗯 感觉素质很高 小路 什么时候记你心里的 嗯 就是很好 很好玩的就是那个 不是到了晚上了吗 他才下床 后我就说 他说哎 你好 我说刚才成员来了 他说想要跟我们换票 嗯 但我说你走了 然后我突然才想起来 那个票在我这呢 然后我就是就是只是想表达 是我自己当时给忘了这事 然后是我自己傻 然后我就这样想 但是他的感觉 就是他给我添麻烦了 嗯 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我就躺下来准备睡觉 然后他就拿着他那书包 在里面掏啊掏 我不知道在哪什么 然后他突然掏出个苹果来 然后他就说 你吃苹果吗 我给你洗一个苹果吧 然后 就是很 就是觉得很很意外的 就是我的下铺 因为之前我们聊得比较开 就互相加了微信了 然后哪知道他就是突然冒出一条私信 突然发给我 说哈哈 嗯 你对铺的男生好有爱呀 还要给你洗苹果吃 当时我又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说 那个说好的北京爱情故事呢 一段偶尔的邂逅 一次不经意的交集 一个看似无意的微信 却拉近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二十三岁的小鑫 悄然间 暗生倾诉 当时就想着 嗯 就是说那我怎样跟他就是沟通上了 然后我就让他们支支招嘛 哦 你就是想跟他沟通了 嗯 对 苹果还没洗回来 没有 回来是拿了几个苹果 就没有了 哦 没给你洗啊 我说不要 他就没 他就没洗了 我就觉得他吃东西都去外面吃了 然后肯定就是非常的有素质 很在乎别人的感受嘛 因为都 我的天哪 有人还这么想呢 你要吃个东西都出去偷着吃 哦 你这就是看上他了吧 哈哈 说实话 你是不是觉得很欣赏他 对 因为后来他回来的时候 他在他在玩手机嘛 然后我就想问他那个 不是朋友圈炸开花了 他回复我 然后全是震动 我觉得吵着他们也心里不好意思 然后我就想问他怎么调静音 然后我就发现他竟然在玩那个下象棋 哦 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 男同学一般就是玩游戏啊 什么卤啊卤啊 或者是摇一摇 就觉得他很特别 下象棋是高一档还是低一档 对你来说 高一档 他说 这个我也不会 他说对不起 然后就 这次大山就已失败了高中 哦 你后来没有没话找话跟他说过别的 有 我不是很着急吗 我就是想找呀 你都没有做 嗯 为什么 这种感觉说不出 在我感觉就是真的就是相遇容易相识不易 然后且行且珍惜 你觉得你跟他有缘分啊 对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你 你对他的那种感觉 他怎么想我呀 嗯 我觉得我至少做了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年龄阶段不敢做的事情 其实也很需要勇气的 到家里一直到现在这几个月了 二十多天了 二十多天 二十多天 这二十多天你 是忘了他了还是没忘 还是更加想他了 真的这种感觉 无法用言语形容 不知道老师您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估计赵老师会有这种感觉 我们听听 那个小妹妹 你喜欢上人家 然后你为他要死要活 都可以理解 你甚至只有这辈子不嫁了 就守着他了都可以 回过头来 人家那个男孩子对你有没有同样的感情 你一定要替人家想一想 等会你找到人家了以后 人家不想见你吧 不好意思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想过呀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真的 就像我之前有说过 我觉得年轻人 就是你做了自己很多 在就是别人会用 认为就需要很有勇气的事情 我至少尝试过 我就是不明白一点 都敢这事拿到全国人民面前 你就是全国招女婿啊 找啊 找啊 不是招啊 找女婿啊 这是挺要勇气的孩子 你别看人背的后里 能干什么 但是这当面不容易 是的 反正至少你尝试过 你努力过 而且也不会后悔 我觉得一个少女怀春 多美好的事情 我们的争议是在于什么 当打开电视 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灭灯 和转椅子的时候 一个人在主动的出击 90后就是这样在表达 所以我觉得 我们没有必要把那么多的价值观 放进去 它确实是一个偶然 但是它让我们看到的 就是人性很美好的一面 我真的我 我觉得我看着它羞涩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这真的是 人性中 最美好动人的一幕 现在你自己啊 来到这儿了 首先 你看支持反对都有了 不管怎么样已经来了 我们这个大门 我们称它为希望之门 如果你想找的那个人 我们帮你找到了 听你说一脸灿烂的笑的 古铜色的那个男孩 他来了 他就会坐在刚才那把椅子上 他如果没来 这把椅子就是空的 在这个门开启之前 我问你 第一个问题 如果太来了 你怎么打算 洗个苹果给我吃吧 如果他没来 也没找到他 嗯 我就觉得 就像还是刚才我说过的 我至少自己尝试过 好 你现在把脸转向这边 为原寻找 为爱坚持 请开门 请开门 啊 哇 哇 真漂亮的小宝宝 多大了 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左右 这是 这是我太太 太太啊 你好 你好 我叫她小白兔 我先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 刚才 你好姐姐 刚才她在台上说什么 你听见了吗 听了一些 听了一些啊 你听见了吧 我听见了 你还记得她吗 现在知道 现在知道是她了 之前如果如果如果没有这个节目了 应该这个打扮我应该认不出来 洗个苹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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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她大很多吧 我八九年了 八九年 哇你也早熟 我早熟 没 开玩笑的 这 妻子 这 看到小白兔 能理解吗 很难 能理解 对 心里不舒服吧 刚开始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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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醋 有点吃醋 不要 但是我很能理解 如果是个小女孩 就算了吧 做了个最美丽的梦而已 做了个最美丽的梦而已 看着姐姐说的 小白兔你觉得你的行为夸张吗 现在觉得好夸张 我想对你说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先到 没关系 你就别电子了 再证实一个问题 你那个苹果 上外都洗了 你在那吃了是 怕觉得回来不雅观 还是说 就一个苹果不好分 自己在外偷偷吃了 不是我苹果有好几个 我就当时在跟她说话 然后我就礼貌性地问一下 她要不要吃苹果 如果要吃了我也给她洗一个 所以她没有一号 我就在外面洗了 然后就在酒囊 那里吃啊坐了一会儿 然后再上高睡觉 好 停 我就问这 在外头随便给人洗苹果 妻子怎么想 姐姐说了 她比你先到 另外 你就是一个美梦而已 但是 我个人觉得 我也特别赞赏这种美梦 说明 你老公 没有美女 对 有的时候 人魅力 我相信小白兔看上的 就不仅仅是形象长得好 一定她是一个很 比如说她说了几个细节 爱看书 有礼貌 很灿烂的笑 包括是洗苹果 这种事 我觉得也没你说那么严重 大家互相坐一个车厢 十几个小时分个苹果 你还觉得是个事啊 不是个事 我觉得小白兔很很纯洁很干净很健康 我认为这个公共平台以后多几个这个开心果 我们挺高兴的 人家伤心的要命 我断定小白兔有希望 小妹妹你伤心吗 不会吧 说实话 真的不会 其实她也把这个梦圆了 我倒觉得呢 在现场当中我们看到小白兔是什么 那是一个花的梦 但是我觉得这个家庭是一个果的梦 花的梦刚刚开始 她还没有碰到她合适的果 但是这个家庭 他们已经有十年的爱恋的基础了 所以这是一个果的梦 都是很美好的 你知道大门打开那一瞬间啊 我先看到这个孩子说 呀 护子下热泪盈眶 你们一定是今生今世的好朋友 地球上七十亿人呢 你们在火车上遇见了 然后又上这来说 一定是有非常好的缘分 我们一起来祝福孩子吧 这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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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遗憾吗 不遗憾啊 因为我觉得她跟着自己的妻子 而且有自己的孩子 然后他们十年的感情 我觉得非常的好 祝福她 然后姐姐你不要误会哦 然后我相信肯定会有属于我的白马王子出现 大家好 我叫于娜 今年二十五岁 我来自浙江省杭州市 我呢今天主要的目的 是来寻找我的父母 我和我父母已经分开有整整十八年了 我最想问的是 为什么要丢弃我 王浩 我是妈妈 认识妈妈吗 还记得妈妈吗 这是你小时候照片 你仔细看一看 这个就是你 妈妈想你 快回家吧 妈妈没有一天不想你 妈妈妈好难过 妈妈好难过 真是太想你了 16年了 回家吧 妈妈想你 回家吧 请和妈妈联系吧 妈的心肝宝贝刘慧明了 妈妈在呼唤你 跟妈回家来吧 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下一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 谢谢 欢迎您登陆搜狐新闻客户端发布线索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欢迎通过阿力公益天天正能量平台 关注更多节目信息 并了解更多感人正能量故事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 如果您想提供寻人线索 可以发送到我们节目的官方网易邮箱